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题目是 消失在朋友圈的中年男人 他们为何越来越沉默 答案都在星期级这首词里 王小波说 生活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 人一天天老下去 奢望也一天天消失 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有些悲观 但又有几分道理 每当看到这句话 总会想起好友列表中那些 从来不发朋友圈的男人 他们在按部就班的生活 工作 却先少与别人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 有时见他状态不佳 关心的问一句 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 他也只是笑着摆摆手 没事 都挺好的 真的挺好吗 不见得 但明白他不想说 便也不再追问 人到中年 尤其是男人 似乎都在变得越来越沉默 有人说 沉默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但这份沉默 总是在不经意间 透出一丝无奈 这份沉默 究竟缘何而起 也许我们从星期集 中年时写的这首词里找到答案 丑奴儿 书伯山道中壁 少年不识愁滋味 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 为父心词 强说愁 而今时尽愁滋味 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 却道 天良好个求 那时星期集约莫四十岁时 被弹劾闲居戴胡时所作 那时的他 人到中年 历经幻海沉浮 始终以抗金为奋斗终身目标 却受到了主和派的排挤打压 报国屋门 壮志难愁 满腹心酸无数可诉 更不知从何而诉 与何人诉 于是登高望远 在戴胡一片零零波光中 又意气少年时光 不胜唏嘘 便写下了这首 饱含愁思感慨的词作 我们先来看看词的上却 少年不识愁思味 爱上层楼 年少时 不懂得真正的愁究竟是什么 却只是喜欢学古人 贫兰望远 以为能够体会到 独上戏楼 月如沟 寂寞无同 深怨索清秋一般的 愁思乱絮 而实际上只是 爱上层楼 为负心词强说愁 少年拿懂的什么真正的愁呢 不过是为了写一首心词 勉强堆砌一些 自以为愁闷的词早罢了 星期级年少时 随父亲登高 看着失去的国土 在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抗金复国 实现报复 他是稚嫩的 天真的 也是蓬勃的 向上的 满怀希望的 正如托斯托耶夫斯基 在少年中写下那段话一样 少年就是少年 他们看春风不喜 看夏禅不凡 看秋风不悲 看冬雪不叹 看满身富贵 懒察觉 看不攻不远 敢面对 只因他们是少年 年少时尚未经历过生活的风雨 社会打磨 唯一的烦恼 大概便是考试 升学 如何瞒着家长老师 偷偷给女同学递纸条 但少年人的表达欲 又是那么的旺盛 一次月考没有考好 便痛快的大哭一场 仿佛天都塌了下来 哭累了 在窥窥空间 编辑大段的文字发送 时刻关注着点赞和评论 难过随着眼泪的雾气蒸发掉 不会在心中留下任何的划痕 即使跌倒 心中依旧是蠢蠢满志 少年不惧岁月长 比方尚有荣光在 而混合着青涩新式的文字 难免染上几分娇柔造作 只因他们生活阅历太浅 未曾亲身经历人生的起伏跌宕 模仿着前辈的文字 却只浮于表面 未解其深意 那样天真简单的日子 真像是一场美梦 然而一朝梦醒 随之而来的便是成长的阵痛 词人画风一转 游戏到今 而今时尽愁滋味 欲说还休 几十年风风雨雨 尝尽世间百态 人生起落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少年面目全非 一个镜子流露出多少的心酸和无奈 那时的新气急 为抗金复国努力了半辈子 却一直受到阻碍 甚至被削迟 闲居 他意识到 也许自己的报复 此生再难实现 有些事 努力也未必有用 没有谁是一夜之间长大的 是那一个个孤立无援的日子 拼尽全力 却还是失败的瞬间 一点点磨平少年的棱角 然后终于 他们变成了沉默寡言的中年人 然后终于 欲说还休 却到天良好个秋 不失仇事 反而热衷于故作深沉 拾进仇思位之后 却变得风轻云淡 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这秋色真好 就好像我们还不知道 什么是爱的时候 却能大胆对人说出我爱你 真正懂得爱时 却开始畏首畏尾 郁郁怀休 工作上的不如意 生活里的鸡毛蒜皮 扛在肩上的责任 总有那么几个泄气的时刻 让人感到一种沉重的疲惫 有时候也会特别渴望 找一个人谈一谈 但最后却发现 有些事是不能告诉别人的 有些事是不必告诉别人的 有些事是根本没办法用语言告诉别人的 有些事是即使告诉了别人 也理解不了的 所以越长大 越擅长自我消化 最多也只是在下班之后 明明车都开到了家门口 却迟迟不上楼 一个人在没开灯的车里 静坐半小时 最后常常吸一口气 整理好情绪 再去面对家人 逐渐淡出朋友圈的中年男人们 最大的特点是 沉默 不再像年轻人那样 热衷于袒露自我 越近千帆之后 渐渐懂得沉默的力量 这种力量支撑着 他们度过中年人 精疲力尽的生活 因为表达的再多 最后还是得面对 生活中的一地鸡毛 但这绝对不是一种 完全负面的沉默 他们对事实看得多了 通透了 明白多说无意 不如去解决问题来得实在 也明白了祸从口出 那些不合时宜的话 也就没必要说了 成长必然要付出代价 但却不是全无收获 但我想 在某些场景中 尤其是在感情生活中 学会将自己的真实想法 说出来 并非坏事 坏的情绪需要宣泄 好的情绪需要分享 鲁迅先生说 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但我想说的是 真正爱你的人 即使不能够感同身受 也会与你并肩作战 所以 如果沉默给你带来力量 那便紧握他 如果沉默给你绑上枷锁 那就挣脱他 学会倾诉 也是一种成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